字幕字幕志愿者 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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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魔玩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不太一樣的系列玩具 魔玩自己其實想要拍攝這個3.75吋的主題 也算是蠻長一段時間 那有收藏公仔系列的朋友 又或者是喜歡購買美希玩具的朋友 應該多多少少啦 對於這些基本的尺寸 可能都有聽過 像是3.75吋啊 6吋 12吋的這種比例 魔王這邊呢 之前已經有來跟大家分享 像是我們孩之寶啊 麥法蘭 又或者是NECA系列 所推出的這種 6吋的可動系列公仔 那在上一次啦 魔王有特別來跟大家分享到 這個獸屋的六角肌啊 尺寸的部分呢 沒有錯 就是比較特殊一點點 就是在為2.4 2.5吋的這個大小 換算成比例的話 大概就是在1比24左右的大小 其實就跟Tamiya天宮 所推出的這個 汽車車模呢 是相同的比例 尺寸部分來說 當然就比這個3.75吋 要來的更小上一些些 今天的話 就想說運用點時間 來跟大家分享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3.75吋的世界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啦 推出這個3.75吋的比例玩具呢 數量上面也算是非常非常的龐大 從一般的這種 可以在玩具店玩具翻楼層 買到的普通系列軍人公仔之外 甚至到比較大的作品 像是我們的星際大戰啊 G.I. Joe特種部隊 又或者是前一陣子 才剛上映的蝙蝠蝦 都是有在推出這樣子 3.75吋的公仔 魔玩這邊這樣子說啦 一直沒有拿東西出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能也是聽得一頭霧水 這邊的話 就先拿一個普通的系列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組合啦 魔玩大概也是在一兩年前呢 正式入手的 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G.I. Joe系列 魔玩自己啦 其實很喜歡收藏這個 海之寶推出的G.I. Joe 這套的話 其實推出也算是有一段時間了 可以看到右上角這邊寫了25週年 可是時間的話 是在1982到2007 距離現在呢 也是在十幾年前啦 也因為呢 G.I. Joe的系列 其實在台灣的市場 一直算是比較冷門一點點的 魔玩當時啦 購買這一組全新的價格 也就在兩三百塊錢左右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打開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看到 內部總共是有五隻的公仔 正中間這個logo啦 魔玩是自己把它拿起來了 本來想要來測試這個電池的部分 發現呢 是沒有辦法來進行過電 畢竟也年代久遠了 主要的話啦 當然還是在於這個公仔的部分 魔玩這邊隨便拆一隻起來 可以看到尺寸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在十幾公分左右 尺寸雖然不算大 但是在本身的這個可動設計啊 可動的部分呢 卻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除此之外在遊戲的配件部分呢 甚至是有做可以拆拔的這個功能 像是頭盔這邊 沒有錯啦 我們這位路障的角色呢 本身就是一個光頭的造型 另外的話也可以發現 在我們這個戰術背帶的部分呢 也是做這種軟膠的材質 當然也就可以按照個人的喜好呢 來進行穿戴穿脫的部分 目前大家看到這個Gi9系列 其實也就算是在市面上 比較容易見到的這個3.75寸公仔 如果以一般沒有授權的IP角色來說的話 單一隻的這種可動系列公仔 也就大概在300多塊錢左右啦 價錢的部分來說不算昂貴 如果你要買到星際大戰啊 又或者是這個Gi9特種部隊的系列 價錢上面來說啊 當然就會比較昂貴一些 但以整體的做工跟收價來說呢 其實這個3.75寸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朋友 都是適合來進行收藏來進行把玩的 但是在今天的話 魔幻就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比較適合大人來進行收藏的3.75寸公仔 在做工的部分呢 是有更上一個檔次 但價錢的部分也就會比較昂貴一些 首先的話 魔幻要來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套 這個系列也是推出很長一段時間了 除了角色很豐富之外 甚至是有自己專屬的故事劇情 沒有錯就是我們的酸雨戰爭 可是看到這個塗裝應該是單一的顏色啊 好像是沒有任何的配色 沒有錯魔幻購買的這一支 算是這個綠冰的限定塗裝版本 那官方這邊有推出的其他角色 其實都是有來進行全彩的塗裝上色 甚至是有來進行這個刷舊的部分 那為什麼啦 魔幻要花同樣的錢去購買這支限定品 唉沒有辦法 魔幻對於這樣子特殊的設計呢 是真的毫無抵抗力啦 接下來的話 官方特別推出這個綠冰版本 其實也算是紀念 以前我們小時候所玩過的這個小綠軍人 除了本身的色彩呢 是使用這種單一配色之外 最主要我們這個精髓的這個底座部分呢 在這一支也是有完整還原出來的 魔幻自己是很喜歡這樣子的創意啦 本身在軍人上面的設計呢 其實也是沿用他們自家所設計的這個原創角色 來進行這個不同的配色版本 好啦那說了這麼多呢 大家一定很好奇這個食品的部分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魔幻也就不再多說了 我們就直接開箱來稍微看一下 打開之後呢可以看到裡面的角色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在尺寸的部分呢我們稍微比對一下 沒有錯啦 實體的高度呢是在差不多的大小 那在我們酸雨戰爭的系列 其實關節部分的設計呢 就會比一般的3.75吋來的更加的精緻更加的豐富 那首先的話最大的看點也是在手臂關節這邊 酸雨戰爭這邊呢是改成一個隱藏式的關節設計 一樣是可以來做基本的抬手 那在內部的話則是使用這種兩階段式的這種球型關節 除此之外在手臂二頭肌這個部分呢 還有在另外做一個可動部分的關節 那手腕這邊呢不用多說 基本上要做到握槍、舉槍的姿勢都是完全沒問題的 另外的話在腳部下半身這邊的設計呢也可以看到 一般的3.75吋軍人就是使用單一個的球型關節 酸雨戰爭呢則是改成兩階段式的球型關節 想要來進行坐姿啊 甚至是櫃姿的部分呢當然是完全沒問題的 在膝關節這邊呢也是使用兩階段的這種關節式可動設計 那這邊的話也一個小小的細節 它其實呢是有使用一點點這種極輪式的設計 變成說在姿勢上面的擺放呢也就比較不會出現這個軟腳的情況 另外的話呢在我們的酸雨戰爭 其實大部分的配件都是可以來進行拆拔的 那以這一隻來說的話 目前在身上的部分除了頭盔這邊呢沒有錯 這邊是可以拿下來的 那如果呢你想要加上這個頭盔 甚至是呢再把我們這個面罩的部分呢也給戴上去 呈現出這個盒繪當中的樣子也是完全沒問題的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呢沒有錯 就是胸前的這一件防彈背心也是可以取下的 在側邊這個部分呢是有一個小小的卡口 打開之後呢這邊的話還是要稍微把這個手部的關節給拔掉 才能把這些防彈背心給取下 在盒裝內部呢還有一些小小的配件 除了我們經典的地台之外 再來呢武器的部分這邊附上也是很豐富的 大槍的話呢就有附上兩把 另外的話還有一把小把的衝鋒槍以及這個小手槍的部分 接下來還有一把戰術的小刀 一顆煙霧彈又或者是這個震撼彈 以及最後一個呢專屬的這種替換頭盔 是可以換成一般的這種大兵的頭盔 多樣化的配件在遊玩上面又或者是姿勢的擺放 當然就會更加的豐富更加的有趣 大家可以介紹完我們的酸魚戰爭 那接下來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社會的現實面價格的部分 一般的3.75吋公仔大概是在兩到三百塊錢左右 但是在我們的酸魚戰爭不包括這個配件套組的話 但這樣子的人物套組呢最便宜也就在750塊到760塊錢左右 那有一些人物在裡面的配件是比較多比較豐富一些的 定價的部分呢也就在八百九十塊甚至是九百九十塊錢 那如果呢你有喜歡一些所謂的動力裝甲系列的話 定價呢魔玩技的都是已經到一兩千塊甚至是到兩三千塊以上了 價錢上面啦當然也就算蠻昂貴的 那大家呢剛才在看魔玩開箱也有注意到這個系列呢 小配件算是比較多一些 所以在盒子的背部呢這邊有特別寫到 適合購買的建議年齡其實也是在16歲以上 所以呢這個酸魚戰爭的系列呢其實就真的比較適合大人來進行遊玩來進行收藏 魔玩這邊呢除了有購入這隻綠兵之外 另外一個購買的呢沒有錯啦一樣是我們相同系列的包伯 這個包伯啦也算是這個士官長的部分 那這酸魚戰爭的故事線其實也是有這位角色 所以呢也是有推出所謂的彩色塗裝版本 但是啦魔玩技的這個彩色塗裝版本是已經絕版了 目前在網路上面的開架也是蠻誇張的 魔玩覺得也就沒有任何的參考價值 那你跟魔玩一樣啦也喜歡這種綠兵的系列呢 欸這兩隻來進行收藏到也算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那另外這一隻包伯啦魔玩也會再找時間呢 再來跟大家進行這個開箱的部分 今天的時間算是比較趕一些 好啦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紹完雙魚戰爭的這個系列 欸對了跟大家插一個題外話 其實雙魚戰爭的這個系列並不是由日本的廠商所推出的 而是我們香港地區的廠家呢來進行推出來進行設計的 整體的概念來說呢是真的很有科技感 魔玩還在讀大學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有接觸過他們家的一些系列作品 那隔了幾年之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演算法越來越發達的關係 魔玩這邊呢就漸漸看到了另外一家 也是專門在製作這個3.75寸公仔的系列廠家 這家公司呢一開始推出了幾個款式 其實跟雙魚戰爭算是非常非常的相近啦 直到最近呢他們家又跟另外一家公司一起來推出一個聯名的系列 魔玩自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所以啦也就在這陣子呢決定來入手他們家的系列產品 魔玩關注這麼長一段時間一直沒有入手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待會的話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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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